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那最近呢,有关这个养老金要在2035年将要被领完的消息啊 在朋友圈又是疯狂的传播 我就挺纳闷啊 因为这个消息之前4月份就爆出来过 当时人设部就已经出来屁股摇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别担心 这个养老金不会耗尽的 不知道最近为啥这个消息又被炒了起来 那大家之所以这么关心这个养老金呢 主要是不想说交了20多年的养老金 最后退休的时候呢,却领不出来 都想老了有个保障 那么既然人设部都已经辟谣了 我想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 不过呢,阿力要提醒大家一点呢 是国家这个社保的养老金啊 它是这个最基础的一个社会保障 那所以如果说你想晚年生活过得更好一些的话 那单靠这个领国家的这种养老金可能不太够啊 那还是要考虑提早的结合一些商业保险的这样一些配置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比如说咱们拿这个北京举例啊 现在这个北京的老人呢 每人每月平均能领到大概三四千块钱的养老金 这已经算是全国范围里面比较高的水平了 但是结合北京的消费水平呢 可能三四千的养老金想要过得非常的舒服啊 也不太容易 那像三四千城市的养老金就会更少一点 那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这样的商业保险做保障 一旦得了大病啊 可能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都要送给医院了 所以呢咱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保障都给配置齐全了 等这个年龄大了 可能再想买保险就不那么容易了 要不然呢 就是年龄受限 买不了太多的保额 要不然呢 就是身体已经出了点毛病 买不了了 所以呢 咱们先要把这个健康类的保险都配置齐全之后 如果还有预算呢 还可以再买一些这个商业养老保险 那等退休之后呢 还可以按月领取这种商业的养老金 这样的话就可以弥补掉这个社保养老金不足的问题 保证在咱们老年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那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等你年老的时候啊 你想每个月拿到多少钱的这个养老金 才能保证一个体面的生活了呢 然后呢 你可以再计算一下 这个咱们这个社保养老金啊 到咱们老年的时候每年能赢多少 那么中间的这个差额呢 就需要你通过这种商业保险和商业养老金来弥补了